這個專案叫做看見司法 那看見司法在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把政府公開的這些司法統計數據 這些讓人很難以很害怕的表格 變成具有互動式 然後讓人理解 然後能夠讓人家清楚明白的統計數據資料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其實是因為身為自己在司法單位服役的義難 我們發現很多新聞其實是沒有任何統計的資訊去做BASS 就穿著附會寫 比如說嚴讀囚犯B禁辦書 那其實是更超過的這樣子 那還有司法官工作量過量 可是他也沒有提供相關的資料說 到底是怎麼樣的過量法之類的 那再來就是監察院說 汽車竊導案跟他們的下降跟他們的行使監察群有關係 可是監察院沒有提供相關的資料 所以我們看見司法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政府的data 是藉由資料視覺化了之後 讓其他的媒體能夠借著這些客觀的統計數據 而能夠寫出有利潤依據 有統計依據 有科學依據的有意義的資法相關文章 那我們就很希望跟我們的圖表 就可以放在各個不同的各大媒體版面這樣 然後這些資料圖表能夠和使用者 讀者能夠作有互動 對 那以下這是我們目前網站的網址 你可以輸入它就可以收到這樣 好 那我也要挖坑給人家跳 所以我第一次來 第一個就是UI、UX坑 因為很多人其實不太知道我們網站在做什麼 因為我們那時候想說 手頁設計可能沒有那麼仔細這樣 所以希望有人可以 可以幫我們設計一個很好的手頁 讓使用的能夠了解 再來有個Mobile UI的部分 就是因為你要寫這種龐大的 司法數據你需要 要有良好的設計 讓大家在很小的版面上 也可以閱展到這麼龐大的資料這樣子 對 那再來也需要有後端的人 可以幫我們寫定期的爬蟲這樣 因為其實司法資料實在太龐大了 對 那我們幾個人其實也真的是做不完 所以我希望 看 有沒有哪個高手願意跳這個大坑的 好 那 希望大家跳坑就可以今天開始 謝謝大家 好 謝謝YT 那就然後再下一位是 呃